老实说 到云南之前 我根本不相信这边有好松露 但是我知道法国和意大利人 在他们这边的松露出产前 总是会到云南采购一批 我想我应该到这里看个究竟 丽木林和松木林轻轻唱着 我要找的松露 就躺在这片土地里面 轻轻闻一口山殿的空气 我知道它们就在附近 丽木自然 我见了很久 我第一次见到直接重来 理论上海拔越高 松露出产的时间就越早 人们开玩笑说 黑松露就是黑土豆 当我到了那里 才知道黑松露 是云南大地里的精灵 至少他们有松风亭 我的黑松露之旅 就这样启程了 大家好 然后我们在这里 会看到一些植被的覆盖 然后都是松露附着和共生 比较良好和友善的这些 栗木棵还有松树棵的植被 然后我们会在它的根系下 根据它的生长特性 可以发现不同品种的松露 等一下 我也挖到了 人呢 是吧 我来看看 真的 真的 你还蛮有运气的 跟它蛮有缘分 可以吗 还确实是松露 是不是 这个也是 第一次挖松露这里 成功 成功 我和华大夫一起去了草茂叔叔家 他是松露向导 自己的动的松露 华大夫偷偷检阅了他家的松露珍藏 让我对他家的松露猪更感兴趣 猪怎么把它哄过来 母猪 是母猪啊 你比较有经验 我没有 你跟着我学 嗯 过来 真的过来了 尼古拉斯凯奇电影皮革里的松露猪 虽然拍摁点脏点 人家可是名厨的情人 这让我想起 前天晚上 约敢于胡乱老师吃的那顿烧烤 他是云南通晓地理丰物的美食家 松露的雄性虫 为什么是母猪去拱 那实际上这个雄性虫 就如胡乱老师刚才说的 它是对整个哺乳类动物的一种吸引力 那么在雌性动物上 它是会有两种功效 第一是会促使雌性哺乳类动物 分泌更多的雌性虫 所以它会有一些猪肌炎 还有这些其他的功效 但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较大 你经过消化道不一定 但是你可能有些从换线 就分泌出来这种味道 胡乱老师说这是个玄学 但是有可能可以当香水用 是 母猪今天应该就是又兴奋来又减贼 真好真好 很辛苦的 这个动情是个很辛苦的过程 要化情欲为食欲 这是比较健康的方式 这个你多吃点 反正肠胃要工作的 华大夫和改喻胡乱老师 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 黑松路在云南真的拐个弯就可以挖 然后手上带了我们今天的工具 这个是特技的手套 上面是皮的 然后万一碰到比如说 什么树枝 什么小东西都可以 然后还可以进土里面挖 可以保护我们的手指 不受伤 然后这两个是刨松路的豹子 华大夫已经去找黑松路了 然后我就在山的山腰里面 我自己做了一个 专门给野餐做的高级料理 我在想 如果大家去外面吃饭 能够吃到这样一个 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因为原始谱是来自 Golden Ramsey 他是米其林厨师 然后他开了一家 非常著名的汉堡店 里面就有这一道 这一道是非常简单的 怎么做呢 就是拿薯条 不管是你怎么炸的薯条 然后呢 撒上足量的黑松路的油 然后拌匀之后 然后再撒上黑松路的粉 看到没有 然后最后呢 在上面放上黑松路酱 最最最最厚 你可以用我们的芝士豹 抱上帕马森芝士粉 然后如果你想吃大片一点的 就改用我们今天 带来的那个松路刀就可以了 就这样的一道 在Golden Ramsey的餐厅里面 是非常昂贵的 但是今天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很轻易地吃到了 中路本来看不见 看着觉得野生近的 最主要是地下经常 一直在工作 感觉是个魔幻世界 非常神奇 我都不理解 就是想象可能一米两米 结果一挖修工路不是那个泡辫 七八米深干巴菌冒出来了 干巴菌啊 冒出来了 这个静堂的深度是可怕的 这个太可怕了吧 然后我们很多欧洲的贴牌的 其实都是银的 我们量太大了 太恐怖了 然后初烤的那个白牛肝 我们又不太吃 很惯 不三吨 嗯 干巴菌 你看这整个一朵 干巴菌 残留下来的 看花道夫高兴的 我是过来慌眼求生的 拿两瓶水洗 这点干巴菌都不够呢 还是留着给我的松露吧 真好啊 我的菜终于可以加料咯 哎呀 我刚刚从花道夫的工厂出来啊 偷了三个赚礼品 看着虽然好像认识 又好像不认识 刚好他在 帮我解释一下 哎 这个能吃吗 这个你 对 也可以吃 这个因为是我们工厂拿出来的 薯片吗 对 那这个薯片有点高级 这是纯 好像不是薯片 你骗我 纯黑松露的 你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比较细节的一些画面 比如刚才你吃的剩下的这半片 我给它起名叫香腺 它白色的这些纹理 就非常的细腻 它的香气就会非常的复杂 那你跟旁边这一颗的切片来比 它反而就完全不一样 真的 它是实际上这两个 是完全不一样的品种 那么你在看这一片 它的外延会有白色的这种状态 那也是一种天然状态 这个白色是松露在成熟期转型 发育的时候 它自然会产生一些地方 它并不是完全同时成熟 它会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 气温的变化 降水的变化 会自然有一些小的部分 是永远在这一个产季不成熟 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这也是说我们找到一颗 相对完美的松露 要真的祈祷上天的这么一个点 我们看一下另外的这两个干片的状态 实际上跟刚才大家所见到 所有的松露都不一样 这两个是云南我们找出了的 典型的白松露品种 虽然你看到这一颗 它的干片是黑色的 对啊 那这个是白松露啊 这是白松露 因为白松露和黑松露 在广域的认知中 它的外皮在采挖洗干净之后 它是偏土黄白色 它才叫白松露 但是它的里阳是灰黑色的 而且这是在成熟期 它在非成熟期呢 也是偏白的 然后像这一个 就是更典型的白松露 它因为干化和天然的一些 氧化发酵之后 所以它现在很金黄 但它实际上在先品的时候 没有这么金黄 那这也是云南比较典型的 有一点点干芒果 香气的 甜感的一种松露品种 你可以吃吗 可以吃 这个在冷冻状态下 是非常的糯香 我觉得像糖浆 对 非常的明确 有意思 对 我们说靠天吃饭 大自然给云南的馈赠 就是这些还没有被 人为定义定价 然后我们要更加的 保护我们这一片山林 所以我们那个君丝要放回去 对 所以我们会把 我们刚才给大家所展示 演示的这些菌丝菌片 然后菌体的 我们叫菌块实体的这些部分 都会毁埋回我们相关的树种 被明年做打算 华大夫其实有一句话感动到我了 他告诉我说 其实松露的高价值感 才是博来品 松露从来不是博来品 在我们这边地大物博的 这个云南和四川的边境 它其实已经在我们身边 很久很久了 自这片我们身边的这个栗木和项木 还有包括松木林之间 本来就已经存在的 只是说我们以前并没有珍视它 现在呢为了保护松露 我们大部分的人 包括我们的食客 包括我们的贸易者 还有包括我们的松露农业的农民 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在正常的产季 就是我们应该在11月份好好吃它 如果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去盲目地购买的话呢 就会导致我们吃到的松露口感不是最好的 我们宴在云南吃到的松露呢 有一些有虫孔 有一些是畸形的 有一些品种都不明确 原因很简单 因为是野野的 但是真正的趣味也在野野的地方啊 我们作为食客 只有好好地吃它啦 希望有一天能搞懂它 A松露的吃法真的很多 我在云南看到各种土豪级的操作 已经见怪不怪了 自己家里吃的话 有松露酱松露油松露粉 就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华达夫告诉我 中国人最爱的调味 还是黑松露加上暴雨 那是灵魂伴侣 我心想 年纪饭有这么一道 可绝了 哦 对 对 的